好 第二位队长已经站在我的身边了 赵伯 你感觉自己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小组呢 像胡可老师说的 合情合理 像咱们朱世茂老师说的 阳长臂短 像王祖兰老师说的 一定要有喜感 作为第二组组长的你 选择自己的组员第一位 是谁 我选择的一位主员是 刘文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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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刘玉林 刘玉林 掌声送上恭喜 感觉赵伯选择了你 你满意吗 我有点挺意外的 我没想到他能选我 因为我俩差距有点大 差距在哪 个头 还有呢 还有就是再没别的 再没别的了 刘玉林在所有的选手当中是年纪最小的 我希望你向这两位老大哥好好的学习 完成你们的作品 谢谢 但是我最想当他主员的那个队长没有被选上来 是谁呢 我最想的是区庆光大哥能被选为组长 但是我现在的组长我也非常满意 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名演员嘛 说实话在那七门队长当中 我还是比较想跟他的 第三组组长张瑞雪 你组员第一位的名字 他是谁 我的选择是 马畅 马畅 区庆光 有请马畅 徐庆光 这个说话我怕呀 我那个小兄弟马畅他的 因为他的变远功力 他的张力很强 但是我怕我和瑞雪 我们仨之间的配合 我怕出现那种 出现断条 怕蒙合不进去 我现在担心 作为第四组组长的你 选择的第一名组员 他的名字叫做 帅哥 齐小彪 掌握有请 齐小彪 方彬彬 有请 张彬彬 自己没被选为组长 今天怎么样 对于自己没被选为组长 当时有一点意外 因为没想到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 应该能是被选为 当成组长的一个人选 这个人呢 那天我看他的表演 我觉得特别棒 我们后边 我们在看的所有的演员 都在为了鼓掌 他的名字就是 杨嘉玲 杨嘉玲 有请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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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 叫做 邓银山 好 最后 还有四名等待你选择的选手 告诉我 告诉我 第一位 入主的组员 他的名字叫做 第一位 入主的组员 他的名字叫做 王嘉 有请王嘉 你 他说一下那个 知名 主长 是否做组员的原因 你觉得是什么 知名选我做组员的原因 怎么说呢 如果说让我去 真去挖掘他内心 是怎么选我 为什么要选我 我这个 我有点想不通 也许就想不通吧 但是我觉得也许是我年纪 要比他们稍长 长几岁吧 在中间可以 起到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磨合吧 如果 让你帮助你的组长 来选择一个人 或者推荐一个人 在后面的三位 你会推荐谁 杨慧文 可以吗 对了 这是你组员的意见 那我们听听 组长的你 是不是跟你的组员 有着默契 想象的是一个人 第二位 入组的组员 他的名字叫做 杨慧文 跟王家的选法一样 好 有请杨慧文 杨慧文 跟王家的选法一样 好 有请杨慧文 第六组 就是这样一个组合 我们听听 评委老师 对这个组合 有何感想 可能在 以后的 在合作当中呢 希望你们好好合作 这是最最重要的 合作 有一个团结的气氛 首先团结好了 才能合作好 希望你们 给我们一个惊喜 好 谢谢 无论怎样 三位 还是组成了 我们中国喜剧力量的 第六组 希望你们 会有精彩 带给我们 掌声送上 第六小组 知名和王家哥哥 我希望咱们三个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 可以紧紧地抱在一起 可以心贴心 可以 一起分发向上 把我们最好的想法 最好的表演 最欢乐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 我相信咱们三个可以的 加油 在进步组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最想选哪两位组 在进步组长的时候 我想过 最想选的是 那个齐晓彪 和那个崔家文 因为那个齐晓彪 跟我身上特像 但是那天 那个评委老师 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选搭配了一下 然后他们说 给我的评语 是感觉 感觉我跟齐晓彪 在一个组 不是特别特别适合 因为咱俩 实在是太像了 我跟他就差个小辫 只剩下一名组长 和两名组员 这三位将自动 结成第七组 有请两位 我个人感觉 我如果是观众 我如果是评委 我如果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好 我还真就感觉 他们三个真的挺配的 从一个一个选手 被一个一个组长带走 你的心情如何 因为我年龄比较小 我觉得我的各方面经验都不足 他们谁选我 都是我的荣幸 没想到最后才轮到我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就我看着他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想笑 他说话的状态还抿嘴呢 其实 哪一个谁 我喜欢你这种状态 我以后要模仿你 我下一期主持就是你这种状态 好吗 我希望我 我希望第七组的组长 海龙大尊 生活比赛当中 多指点指点我 我希望你们能够 我希望咱们能够更加努力团结的 去把这个剧演好 这就是七名组长 这就是七组组员 这就是我们 中国喜剧力量的所有喜剧精英 好朋友们 再次响起祝福的掌声 送给他们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火热竞争当中 给我们带来欢笑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最后有请三位评委老师 给我们所有的选手 给我们所有的组员 送上一句祝福或者是加油的话 王佐兰老师 喜剧不容易 喜剧比赛更不容易 但是你们站在这里就是 喜剧中的高手 有句俗话说得好 笑一笑十年少 所以我有一个特别俗气的想法 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够让我们越小越年轻 谢谢 谢谢虎哥老师的祝福 最后有请朱世茂老师 你们的努力 一定会留在屏幕上 为实现你们个人的目标 为实现你们心中的中国梦 努力吧 说得好中国梦 努力吧 为了中国喜剧力量 正式比赛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其一组选手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精彩的表演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次见证中国喜剧的力量 保持好您快乐的心情 下周再见 谢谢